這個是民用創服務1516 這個是Marble 他說他23.9進入了 他說短線網多少呢? 他在虧了一點點 這個物館股我相對看得比較好 我對整個物館行業的看法 仍然是正面的 只是剛剛那四條路 我簡直不會選擇 關他沒有公司事 沒有公司問題 但這個1516 相對真的能送到好的業績 還有之前管理層 亦給了一些很進取的指引 說他未來這幾年裏 每年的平均複合增長率 可以去到五成至六成 一個很高增長的幅度 所以你說即使他現時的股值不是低 但他有一個盈利的基礎支持 我覺得問題不大 如果你說手上拿了貨 都可以先保持 這隻股份我覺得他接下來 有機會再試回 之前是27至28元的頂